临终这个时候来享受 也就是说 临终时候自己做得了主 这才是一生当中最真实的佛报 临终做不了主 一生所享受的还不是一场空 死了以后还搞三土和搞六道 这没有成就 在世间这些丰功伟业 都是一场梦 立功立德立颜 我们中国古人以为这是三不朽 现在人明了啊 太阳会有消失光明的一天 太阳系会有瓦解的一天 太阳系都瓦解了 地球都不在了 你那个不朽还能存在吗 这些都是人的妄想 不是事实啊 事实的真相 一定要超越六道轮回 一定要超越十法界 你才能得到永恒 这才是个果报 这才是真实啊 那么由此可知 修福 积德 重要性 而临终自己做得了主 这是真实的佛报 临终能做主 你想往生就往生 想做佛就做佛 这个你一生呢 没恐过啊 那么就事实而论 毕竟有这个佛报的人少数 绝大多数没这个佛报 没这个佛报 你就要知道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就得听别人摆布 这是真的可怜啊 自己做不了主 甚至连翻个身 都要人帮忙